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大白天的中午到下午三点的时候 遍地却黑暗了 耶稣大声喊着说 我的神 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 随后就断气了 耶稣极其痛苦地走上十字架的路 这是一条被人厌弃孤单的路 然而耶稣知道 纵然世人不明白他所走的路 他却要忍受十字架的痛苦 完成神所托付他的使命 成就救恩的喜乐 因此虽然暂时人 神看似离弃了他 他却知道其实他不是独自一人 乃是神与他同在 将来他也要坐在 父神荣耀宝座的右边 当耶稣气一断 圣殿里的曼子就从上到下 裂为两半 地也震动 磐石崩裂 坟墓也开了 这时有已死的圣徒复活 进到城里 向许多人显现 直到耶稣复活之后 这许多不自然现象 让百夫长还有一同看 耶稣的人就极其害怕 相信耶稣真是如他所说的 是神的儿子 当圣殿里的曼子 从上到下列为两半的时候 正代表着耶稣的死 拆毁了中间隔断的墙 人与神再没有距离 耶稣代替了人的罪 死在十字架上的救恩 使人可以坦然无惧地 进到至圣所 与神面对面 这是恩典 然而我们一起来看 面对耶稣死后的这些 不自然现象 人们怎么反应 你我又属于哪一种人 有人终于承认 耶稣是神的儿子 有些妇女从远远观看 到守在坟墓旁 特别有一个财主约瑟 在路加福音23章那边说 他是一个义士 为人善良公义 他没有服从众人所做的 他是一个树长盼望神国的人 因此他去求比拉多 让他好好地安葬耶稣 这人做了极美的事 相反于约瑟 有一群人 祭司长和法利赛人 去见比拉多 他们不仅是过去 一直逼迫耶稣 就连现在 看见了这些神迹 仍要防备耶稣的门徒 来偷走耶稣的身体 宣称复活 以免耶稣的名 胜过他们的权势地位 我们是哪一种人呢 当神要我们 见这世代的异象 当神用许多的方式 向我们显明他自己时 我们是向安坐等候的妇女 耶稣首先让他们 见证了复活 或像树长盼望 神国领导的约瑟 参与了荣耀的侍奉 或是我们要见了许多神迹奇事 才愿意承认 耶稣你是我的主 更不要成为始终否认 甚至抵挡神作为的人 求神帮助我们 我们一起来祷告 亲爱的天父 求主你恩待 让我们的照明 我们心中的眼睛 让我们知道 你在对这世代 对我们说话的时候 让我们愿意放下我们自己 承认主 你就是我们的主 让我们观看你的作为 也明白你的心意 使我们成为 树长盼望神国的人 求神你恩待 保守我们的心 奉主耶稣的名祷告 阿们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